桃園市圓夢愛心關懷協會 攜手財團法人公益傳播基金會 特別舉辦百台輪椅 讓愛暢行捐贈儀式 總共捐贈了150台輪椅 要來關懷桃園市的失能長輩及生長族群 希望藉此改善生長失能者 行動的便利與生活品質 我們協會最主要是在做每月一愛 習慣養成 每個人每個月都要做一件好事 把做愛心當作是一個好習慣 我們其實最希望的是 藉由這次150台的輪椅 能夠讓這些生長的朋友 跟失能的老人 能改善他們生活上行的不方便 跟他們生活上的品質 這150台輪椅將分別捐贈給桃園市府局中心 以及10個醫療院所與照護機構 其中還有5台是捐給龍鳳禮辦公處 立章表示許多里民都有借輪椅的需求 感謝協會的愛心支持 歡迎有需要的里民前來登記使用 常常我們的輔聚中心 因為借用的人非常多 所以常常要大排長龍 那這一次非常感謝我們圓夢愛心光海協會 捐贈了舞台的輪椅 讓我們禮辦公處這邊來協調使用 也等於禮辦公處就是我們的輔聚的第二輔聚中心 那把這樣的一個愛的疫情做得更廣泛 那這個是我覺得今天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倫理對一個行動不方便的個案是很重要的 感謝他也感謝他協會發揮了好很大的愛心 長期來做愛心的這個活動 桃園市圓夢愛心關懷協會持續六年舉辦每月一愛的活動 每個月藉由不同主題的愛心活動來關懷弱勢族群 也希望有更多人能一起來共襄盛舉 帶給弱勢族群關懷與溫暖 記者來我的一團報道 用愛心